鱼木混珠 从前有一个名叫满院的人 买了一颗直径约有一寸的大珍珠 这颗珍珠又大又圆 我要好好珍藏它 于是满院用了最好的材料 做了一个盒子 把大珍珠收藏起来 只有在大节庆时 他才拿出珍珠来 让三五知己欣赏 哇 好大的珍珠啊 简直是稀释其真啊 这件宝物你是怎样得来的 满院有一个名叫寿亮的邻居 他听说满院家里有一颗大珍珠 心里十分羡慕 如果我也有一颗大珍珠就好了 有一天 寿亮在地上拾到一颗很大的鱼眼珠 以为是珍珠就收藏起来 不肯给人观赏 只是四处对人说 满院的珍珠有什么稀奇 我也有一颗 后来满院和寿亮同时病了 就找村里的大夫看病 你俩患了同样的病 都需要用珍珠的粉末配药 才能治得好 于是满院和寿亮 就把各自在家中收藏的珍珠 拿了出来 大夫看到满院的珍珠 浑圆晶莹 而寿亮的鱼眼珠 却毫无光彩 就对寿亮说 你这颗不是珍珠啊 只是大鱼的眼珠 用鱼眼珠冒充珍珠 又怎么能治好你的病呢 自从有了这个故事后 人们就把用假的东西 来冒充真的东西 叫做鱼目混珠了